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 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我们一贯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放针 愿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 争取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容忍台独分裂势力 分裂所谓 解放军有关演训活动 针对的是台独分裂活动 和外部势力干涉 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 同时勾连外部势力 进行谋独挑衅 这种行径 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福祉 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是造成当前台海地区 紧张动荡的根源 历史证明 多行不易 必自毙 搞台独 不过是皮肤汗术 到最后 只能是自取灭亡 台湾问题 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日试图通过打台湾牌 来实现其 以台制华的政治图谋 注定是 难以成真的 黄梁一梦 每日在台湾问题上闹得越欢 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 就会出手越硬 必须指出 对于台独分裂行径 和外部势力干涉 中国人民解放军 绝不姑息 路头就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